每周日晚间六点,我的这一班就在公事 大家这一点需要明白 就是逐步逼近 逐步逼近,近 就走近路的近 但永远无可穷尽 不能穷尽生命这个概念 只是永远逼近它 永远逼近它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我第一点大家知道要逼近生命 逼近生命 第二点是我们无论如何 要寻找一个未知结构 要寻找一个未知结构 所以我的词汇叫开发未知 开发未知也是四个字 逼近生命,开发未知 第三点 供同学名参考 这是一条运用象征 运用象征 这也是文学和戏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法 要运用象征 象征 进入文学领域 即使你不是象征主义的作家 即使你不得不要动用象征了 所以我们要在象征的这个问题上 更多地投入我们的一些经历 我们想想象征 象征是用非常简单的符号 通达远远超越自己的内涵 比较简单的符号 通达远远超越自己的内涵 这叫象征 这叫文学和戏剧当中的象征 因为我们如果不是象征的话 你就是一块东西给人家看 这块东西它原来多大 交给观众也多大 观众心里留下的也多大 这有什么意义呢 世界那么辽阔 人生那么丰富 你和我之间大家都素美平生 为什么你的这一块 有资格拿出来让大家共享 只有一个理由 你里面具有某种象征 这在一个艺术形式上 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手法 即使你不用象征主义 也得用象征的手法 其实历史上 我们许许多多的 许许多多的 流传不朽的作品 其实都具有象征 简单说起来 因为这个时间有限 不是正式的课程 我只能这么说 比如像符号象征 有一些东西用符号来象征的 比如在李白的诗歌当中 月亮象征的故乡 这个我们都接受了 都接受了 想起月亮就想起故乡 这个结束以后很好玩 我们如果 比如像我这样 有的流浪到 比如中东沙漠 那个时候 抬起头来看到月亮 也会想到家乡 这个没办法的 就是月亮成了一个 一个古代的诗文流 给我们的一个符号象征了 符号象征了 这个符号象征有的时候 真是很有魅力 有的时候也有关生命 有关生命 那个 李白写下了中华文化当中的 这我看来叫第一首诗像 诗像诗 就是《创线明月光》这首诗 可以说第一首诗像诗 就是所有的一些 学诗的人都会想去追了 《创线明月光》 一时地双双 最多网民月 最多诗像 所有的人都会读的那首诗 它把月亮象征成了家乡 而且这个家乡是 我所符号象征 我从这首诗讲 象征这个概念 不是说A象征B 不是这样的 这个简单的A象征B 那你为什么不讲B呢 为什么讲A呢 这个A象征的是 B加C加低 加很多很多东西 加在很辽阔的一块东西 就是用有限的符号 象征无限的意韵 这才叫象征 指向无限的意韵 这才叫象征 李白如果说 它的像是月亮 它的月亮象征的 它的故乡 如果光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好玩了 它的故乡有各种考证 现在有各种说法 好多地方也在争夺说 李白是我们这儿的 有的说李白是他们这儿的 我们不管 反正李白总有个家乡吧 总有个家乡 但是大家就觉得 有一点非常的奇怪 这么一个诗人 看到月亮都会像 自己的家乡 他为什么老不回去看看呢 很容易看啊 他又不上班 他又不在哪个单位 他整天在流浪 在那个 那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理由是 他所说的故乡 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村庄 如果去了以后 你会失望 去了以后失望 这个家乡的概念 精神家园 那是非常大的家园 所以处处都在思乡 处处都是家乡 但是处处又都不是家乡 我喜欢日本的一个 汉学家所说的 李白的魅力 是永远地把自己 搁置在异乡感之中 异乡感之中 他永远地把自己放到异乡 把自己变成个永远的流浪者 李白的魅力有很多 这是一个 一个他的一个魅力 异乡当中 在异乡当中 想家乡 那个家乡是最美好的 最大的 因为他属于精神领域 最大的 还是月亮 他想家乡 还是台头看月亮 所以前两年 那个李白落水而死的 那个长江边上 一个叫采石基的地方 那个采石基 所以先马鞍山 那个地方的 他们要修一个碑 李白自杀上修个碑 唐松园都有碑 那现在没有碑 他们的当地的老百姓投票 投出书叫于秋雨写 叫我写 我就写了个碑 我写了个碑 我说 我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个碑 我说有没有 我当然也能写文言文 我说你有没有可能 开创一下 用白花文写碑 我一定用漂亮的 现代采文的写碑 因为有一些内容 是用文言文 文言文写的 有个意象就变老意象了 我有新的意思要表达 我的意思是 当然很多很多意思了 我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 他把月亮倒出家乡 但是他老不回真正的家乡 他一直盼望着一个 更深厚更辽阔的家乡 所以有一天晚上 他喝醉了酒 他看到月亮 就倒映在江里边 他觉得我该回家了 所以 我说我无法考证 他的死究竟是酒醉 还是故意 还是有人谋害都不知道 但是我找不到一个 对人生啊 我找不到一个 比这个更漂亮的句号 对李白的人生来说 我找不到一个 比这个更漂亮的句号 这个句号画得真好 一辈子说 月亮就是家乡 你看 月亮在长江里边 我去了 回家了 这很美 这我扯远了 我觉得这个月亮 用月亮来象征家乡 是一个符号来象征更大的东西 不是说月亮即使某某村 某某乡 不是这个具体的 这个就不好玩了 这不是象征 这个象征的内容 后面的内容要比较开阔 要比较广大 如果说 这个指的是那个东西 A就是B 那不叫象征 这叫带指 带他指一指 这不叫象征 暗号或者叫 不叫象征了 当然 更深一层的象征是 预言象征 就说个预言 现代派文学都是说个预言 特别像卡夫卡 奥地利作家 其实杰克也认为是他们的作家 卡夫卡的好多好多的预言 还有像瑞士的一个戏剧家 叫迪伦马特 我不知道这儿熟悉不熟悉 我记得这是二十世纪 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 我们光知道 以前的剧作家 是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 他所写的剧本 基本上都是预言 很奇怪的预言 这个预言 生活当中可能没有 而且听起来很奇怪 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 但是你看完他的戏以后 你会很震撼这个预言 比如我随便讲一个 和刚才讲的老人与海 有点差不多的 就关于胜利者和失败者关系的 他写过一个戏叫 罗姆罗斯大帝 就大家知道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 西罗马皇帝 他的名字叫罗姆罗斯 西罗马帝国在他手上灭亡 后来蛮族入侵 然后已经折腾 欧洲进入了漫长的宗世纪 漫长宗世纪以后 才迎来文艺复兴 这我们想大家知道 那么大家就非常好奇的是 把辉煌的希腊文明 和罗马文明 葬送掉的最后一个人是谁 好 找到了 罗姆罗斯 没有什么资料 只是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资料 一个记载 说这个罗姆罗斯 这个皇帝 罗姆罗斯皇帝 喜欢养鸡 这非常奇怪 他特别喜欢自己养鸡 好 后来 迪伦玛特就写了一个戏 这个戏我觉得 真是非常精彩的 就是他写 自己是 自己真是叫一代昏君了 我们叫一代昏君 什么正事也不干 在家里养着鸡 每天的兴趣就是 这个鸡 那个鸡 把自己大臣的名字和鸡的名字 互相挪用 互相挪用 亲切地叫这个鸡的名字 等于用的都是大臣的名字 甚至于把外国皇帝的名字也叫成鸡 叫做这个鸡 那个鸡 然后自己的下面的政府的部长们 把财产都一个个偷走了 他也不管 甚至于有人侮辱他女儿 他也有点难过 他整着说来也算了 劝女儿算了 这个皇帝让人感到非常生气 让人感到非常生气 后来国家肯定败了 热门满足入侵 满足的领头的一个人 当然来到宫廷 来到宫廷 看到一个老头在养鸡 然后这个满足的皇帝 满足的首领 就给他说 这是你养鸡 对 我养鸡 哎呀 我也喜欢养鸡 两人就开始谈起养鸡的经验 谈了好半天 然后他就随口说了几个大臣的名字 叫鸡 那个人说 这是你们大臣的名字 但是他口气是非常轻视的 哎 过来约翰 过来什么 那可见你是罗姆罗斯大帝 他说对 你呢 我是瑞尔满皇帝 那你抓我吧 我失败了 他说不 我是来投靠你的 因为我没有接班人 我的一个侄子 我已经虎视 看到他虎视眈眈的 就想抢到整个国家 我没有儿子 就看到这个侄子 十户应该给他 但是我没有其他路 我只能通过来打你的方式 来投靠你 两个人出去常谈 那你为什么把国家搞得那么糟糕的 瑞尔满皇帝说 他说 我经过 我读过历史 经过认真的思考 就是这个国家没救了 没救 我再去救他 这是脱历史的车轮 我知道没救 我只有让他败坏 才在推动历史 就两个智者 我就搞不清 谁是胜利者 谁是失败 胜利和失败 在这个两个人的谈话当中 变成一个颠覆人类历史学的思考了 这个就是叫预言下证 就这个事情其实没发生过 是不是这样发生也不知道 但是由于他讲出了一个预言 让大家突然觉得 这个预言具有奇特的深刻性 大家知道 其实现代派文学和现代派戏剧当中 大概80%以上的作品 都具有预言象征的特色 这我想我们年轻的同学们要明白 我们要习惯于预言思维 一 不是一 一后面还有一大串东西 正因为有一大串东西 所以你表面上这个结构 可以变得荒诞 荒诞 你要说明荒诞 你不是犯错误的荒诞 是你说明 坦诚的说明荒诞 这个荒诞具有了巨大的魅力 具有了巨大的魅力 这是因为人类的问题太复杂 特别我所说的生命的问题太复杂 不用象征我们来不及 不用象征来不及 那当然这是比较高的象征 预言象征 最高一个层次的象征 那么我就叫做实体象征 这个大家现在不必要记录了 就实体象征 实体象征呢 我刚才讲的海明威的作品 就是实体象征 老人 你说他是预言 不是预言 他是老人在抓鱼的过程 实实在在 没有什么怪弹的东西 但是老人和鱼 它一定不仅仅是老人和鱼 有人说海明威先生 你是不是有象征 海明威先生 没有 我写的就是鱼名 我写的就是鱼 他否定了那种预言象征 所以人们觉得 是 你不是那种象征 但是你实际上 还是有一个小的形象结构 通向一个非常大的意境 所以我们讲它实体象征 就是外面的结构是实体 更大的象征 这文章很多 我想不详细的意义讲了 就是大家要记住 就是在文学和戏剧的领域 如果要走向现代的话 80%以上是象征 有象征 在古代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当中 也具有象征意义 也具有象征意 红罗梦 必须从太虚幻境出发 走入太虚幻境 贾政最后看到他的儿子 是在大学慢慢的 长州的岸边 自己在写家姓 看到一个年轻的和尚 在向自己跪伴 他一看 这不是宝玉吗 他从追出去的时候 看到他的身边 突然出现一个和尚 一个道士 唱着谁也听不懂的歌 飘然远去 这是象征 这都是象征 如果没有这个篇幅的话 红罗梦就成为一个 比较普通的故事 它就席卷而去了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 就是优秀的古代的作品 也有很多象征成分 而现代派的好作品 80%以上都和象征有关 都和象征有关 最后第四个特点呢 最后一点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就是 双层结构 双层汽车 双层结构 艺术里边都需要有双层结构 这和象征又不太一样 更深入一层的关系了 双层结构 什么叫双层结构呢 可能这个概括不是非常准确 如果用准确的语言说起来 按照我的那个 艺术创造论的说法 叫半透明的双层结构 比较复杂 指的是什么呢 我为了说明它 我可以用沙士比亚的一个戏 一个剧本来作为例证 沙士比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戏 叫李尔王 大家都知道李尔王 这个李尔王 这个剧本的故事 讲起来非常简单 就是现在连不太有文化的老太太 也愿意看 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是两个坏女儿 一个好女儿 面对一个糊涂的爸爸 就这么个结构 加加糊涂都能体验 那个李尔王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 他要把自己的国土一分为三 他没有儿子 他就分给女儿 这很英明 脑子就很英明 一分为三 因为三个女儿 只有一个要求 你们在我分领土以前 说几句好话给我听听 说给爸爸听听 这不过分吧 我要把领土分给你们了 我过一会儿 我什么也没有了 好 大女儿给爸爸 我的生命全是爸爸给的 不仅生命 我的荣誉 我的一切 我可以没有自己 就是要爸爸 讲了一大通 非常激动 爸爸点点头 那二女儿你说 二女儿说 我和姐姐说的都一样 只有一点小小的区别 就是我比姐姐更爱你三分 这很会说话 他爬到他姐姐的上面去了 更爱你几分 这个 小女儿说了 小女儿说爸爸 我是你的女儿 你也了解我 我非常爱你 但是我不能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你 因为我还要结婚 我要有一部分给我未来的丈夫 同时我还要留下一部分爱 给我未来的小孩 这个话很理性 爸爸生气了 这这么回事 刚才搞得热火朝天的 你好像还给我讨价还价 爱还能讨价还价 还要留下一部分 这这么回事 很生气 说你还要不要国土 但这无所谓 我总是要讲真实 要讲实话 讲实话 爸爸好像几次叫他改口 小女儿不改口 很倔 爸爸说你不改口 我改口了 国土不一分为三了 一分为二 你没有了 当时在场 有一个法国皇帝 正好到这儿 年轻的法国皇帝 正好到这儿来访问 看到这个情景以后 把这个小女儿取走了 就这么一个情景 后来的结果就是 大女儿二女儿拿到了国土以后 百般地虐待自己的父亲 这个虐待不是一般的虐待 是一会儿姐姐把他推到 二姐那儿 二姐又把他推到大姐那儿 推来推去 因为这个皇帝退休以后 还有卫兵 卫兵的队伍还比较大 还需要住在城堡里 他们都成为负担 推来推去 最后老人家实在是 没办法的时候 他总于在暴风雨之夜 在一个森林里边 森林里边有一段 疯狂般的倒白 讲自己的过去 讲自己的什么 最后说 我发现了真正的人 他所谓真正的人 就是远嫁的小女儿 后来小女儿知道 爸爸受到 那么两个姐姐的迫害 所以动员法国的皇帝 带兵 由他带兵 来救爸爸 来救爸爸 好 最后他终于把爸爸救出来了 但是他已经死了 他已经战死了 所以利尔王抱着 小女儿的遗体就在所 我发现了真正的人 大家别看 这个故事连老太太听了 都会很感动 连没有文化的人 这个 我刚才讲到 两个坏女儿 这谁都会遇到的 一个好女儿 好女儿不被认识 好女儿不被认识 对 那个 那个爸爸糊涂了 就是完全糊涂了 善恶这家糊涂 组成了一个戏 这非常通俗 但是后来 特别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 人们总有 我看到有一个导演 写了一篇文章 欧洲一个导演写了一篇文章 这很令人震撼 他说 我作为一个导演 多次导过这个戏 我想告诉所有的观众 那天早晨 李尔王在分国土的时候 他非常清楚 大女儿 二女儿 讲的是假话 只有小女儿 在讲真话 他心里非常清楚 他不糊涂 他没有糊涂的理由 他知道年纪大了 要分国土 没有儿子 可以分给女儿 他非常清楚 那么 既然很清楚 他在讲假话 两个在讲假话 一个在讲真话 为什么他要表扬 讲假话 而惩罚讲真话的呢 那个导演说 就在这儿 我们看到了 通俗的莎士比亚 背后有一个 伟大的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有两个 其实是一个人 他有个通俗面的莎士比亚 但是有一个 非常伟大的莎士比亚 这个伟大的莎士比亚 告诉人文学者 告诉剧场里 最高水平的观众 我还有一个埋场 什么埋场呢 就是 极权的最高统治者 不需要真实 他要的是排场 他名字虚假 他也要排场 他名字真实 他也要惩罚 名字真实 也要惩罚 这个欧洲导演 非常难能可贵地 用了中国古代皇帝的例子 他说皇帝要杀忠臣 皇帝太清楚 他是忠臣 就是我要杀你 这个导演水平非常高 然后导演这枪还要去 于是他说 我们伟大的莎士比亚 剥夺了他的极权的一切 让他变成了无权无私的一个老人 于是他开始从头体验 真实的重要 虚假的邪恶 他从头体验 但是当他体验的一刻 他已经老了 他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他疯了 他疯了 他知道人性的本质在哪里 所以他最后抱着小女的遗体 说了一句话 叫我发现了真正的人 这个时候 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就在这儿散光 这是文化程度低的人看不懂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什么呢 就是莎士比亚的很多戏 它有好几层结构 这里至少有两层结构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莎士比亚刚才讲到了 他在伦敦当时的观众 很多是没有文化的 是平民啊 他们也热力鼓掌 看到的他是外层结构 外层结构不是假结构 对莎士比亚来说也是真结构 他也告诉大家善恶之分 真假之分 让大家真狠邪恶 这个他是真 但是 他毕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 他毕竟是个杰出的人士 否则他不会在人类文化史上 如果仅仅是个畅销作家 曾经是个畅销作家 那不会那么高的地位 他后面还有一层 他是给自己的 理解自己的这一个层面的观众看的 就告诉大家 就前面所说的道理 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就是一个 在人文主义来到以前的极权对人心的扭曲 扭曲不仅是扭曲别人的人性 首先是扭曲了自己的人性 使自己变成无名和颠倒之人 这不是两层结构了吗 这个就大家 从事文学和戏剧的同学们 你们这一点要明白了 就是我们其实 只要从事这个行业 我们永远在大乔 我们有的时候看到 有的作品非常高深 趋高厚寡 观众不愿意看 有的时候呢 我们没办法只能走向通俗 通俗是通俗了 但是同班老同学就笑 哎呀你怎么搞这样东西 这个流行是流行 但是不太见你老学长的水平啊 经常会收到这种讽刺的语言 这两头都不着落 但是你只要面对莎士比亚就要明白 你何不用双层结构呢 何不有一层结构是面对大家的 又有一层内层的结构 是满足你的同道的呢 好 我为什么讲半透明呢 就是这两层不是完全隔离的 你在第一层呢 你可以隐隐作作地看到第二层的存在 哎 奇怪 为什么那么英明的黎尔王 他怎么就听不出这些假话 观众都听出来了 你们他会听不出 你感到疑问 特别到最后在狂风暴雨之夜 发疯的一段话 充满了哲理 最后抱着女儿的尸体说 我见到了真正的人 这都是半透明结构 引导智慧的年轻人 背后还有东西 请你上楼 我本人就是 我记得 我在八岁的时候 我在十岁的时候 在上海的电影院 看到莎士比亚两个戏 平行而论 十岁的男孩子 是不怎么懂得爱情 不懂得那个莎士比亚 所讲的一切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美丽的故事背后 有巨大的隐藏 这个决定了 我在这个艺术道路上的 一步一步地走 就是你是不知道的 它是半透明的结构 大家知道吗 如果一眼看到底就不对了 我知道 我没看懂 但是没看懂的部分 非常吸引我 非常吸引我 这个就是一个杰出的文学作品 和杰出的艺术作品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双程 好 这样的话 我大体上把今天要讲的四个题目讲完了 就是文学和戏剧的生命力来自于何处 我也需要讲这么几个 一个就是首先要逼近生命 这个问题其实牵涉到叫做 艺术心理学当中的一个难题 我们就叫做对生命的边缘体验 生命的边缘状态的体验 边缘状态的体验 我们现在其实不是故意去 像我这样有的时候故意去体验 你看在非常危险的时候 我走到伊拉克走到什么 那是故意去体验 那么这个时候也有恐怖 也有惊慌 也有等等 但是历史上有一些更了不起的人 就是他们生来 他的气质就带有边缘的生命体验的特征 这个按照现代的心理学 或者病理学的角度 可能看成是这个症 那个症那都可以 但是按照医术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他说他用一种极端的方式 体验了边缘状态的生命感 都是如此 所以他们往往欲语寡欢 往往不见识人 往往投降自杀 这可能性很大 所以在这个呢 我想一直会延续下去 就是世界各国的一些文学的天才当中 有一部分 文学天才和艺术天才往往是这样 有一部分他比较入世 按照我们的说法比较健康 像我这样就健康的有点平庸 就一健康就比较老讲课 老和学生聊天 也可以做做校长什么的 我当时就稍微有一点平庸了 这个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 他由于不断地处于边缘状态的体验当中 他的作品 凝重 集中 非常凝重 非常集中 生命的方式 有一种极端化的纯净 他生命方式非常纯净 非常干净 就是在那个点上聚集了 那么 我 本来很想说 这是为人类的文化做出了自己的 支付了巨大的代价 他们个人做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是我后来慢慢地否定了 因为我见到了一些这样的人 突然发现 忧郁 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巨大的享受 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人 就是 你让他开心 他开心 他不是享受 就是那种忧郁 就像我们欣赏咖啡的苦味一样 这忧郁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巨大的享受 那种孤独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巨大的享受 有的时候 有的人暴躁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巨大的享受 这种享受 是一种生命的爆发状态 所以人类的心理结构 其实是 真是多元了 多元的 中间的多元 我们都能接受 中间的多元都接受 就极端状态 我们不能不惊态 不能惊态 不能不仰望了 经常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呢 就是要注意到 在这个领域里边 出现了好多 非常了不得的 艺术家 画家 像樊谷这样的画家 有好多音乐家 有好多 如果离开了 这种特殊的 心理散书的话 我们大概 最优秀艺术的 三分之一 我们可能就 不太能够理解了 当然知道 三分之一 是出于这种 极端性的 生命体验 所造成的 但是这种 极端性的 生命体验 有的时候也造来 也带来一些 真正的不幸 明代的徐慧了 徐慧就是 他的这种造月 他的这种狂暴 是他进监狱 监狱当中 在监狱当中 一直是自杀 自杀的方式 非常残忍 这个狗 不是他所想的 而且又不能不死 自杀的方式 非常残忍 又不能有效的死亡 这个狗 整个造月以后 他就去找理性思维 连自杀的方式 他都不能做 做明确的判断了 有效性 也不能说 这个是带来 巨大的不幸 这是带来 巨大巨大的不幸 对这样的人物 我们除了仰望之外 确实要心情沉重地 表示一种同情 或者说心疼 由衷地表示一种心疼 对徐慧 徐慧因为 还是我家乡的 那个绍兴人 所以我想起 青藤先生 经常有这种 非常难受的感觉 就是极端性的东西 在他身上受到了 不应该有的 巨大的惩罚 而有一些人 我相信 虽然忧郁 还好 譬如刚才您讲到的 柳中原 他还好 他当然 不到京城做官 他慢慢地流浪 总于到了柳州 这样的地方 作为人小官 官做得非常好 问题是 他官做得非常好 他也有自己的 一点享受 居目无情 也没有文坛的朋友 来找自己 在那儿终于 在那儿和其他几个地方 终于写出了 他一生最好的文章 他应该知道 作为这么一个文学家 他知道 自己笔端写的分量 他知道 自己写出了最好的文章 他当然知道 所以这个呢 他是有快感的 像他 我觉得 在忧郁当中 有一种幸福感的 一种体验 有一种忧郁感的一种 当然 就我个人来说呢 我更喜欢的就是 另外一波人 就是 不管怎么苦 都是乐呵呵的 李白和苏东坡 特别是那个苏东坡 他也自杀过 没死给人家拉住了 他也要被人家打过 我写苏东坡突围的时候 真是非常心疼的 有一个监狱里边的犯人 正好关在他隔壁 居然留下了诗句 说他被打 每天晚上被打的时候的情景 那个文字欲了 为他要紧紧 但你看 苏东坡自己的诗文 那不是伪造的 他是真诚的 难过一小段 马上就开心了 他在任何地方 都能找到他快乐的理由 他当时在海南岛 等待着 很穷 等待着 大陆有船过来 说不定船上有猪肉卖 就凭着这么一点 小小的念头 乐此不疲的躯坎 远处的泛影 有此还写诗 那么在 离住人家里边 去寻找人的终极的时候 当时也没有路 他知道 顺着牛粪 早能找到人 有这个 他也觉得自己多么智慧 我凭着牛粪 能找到我的朋友 多好 他也写诗 像这种心理状态 我真是很羡慕 艺术当中 艺术对生命 绝大多数应该保持着正面的态度 对生命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人类在生存着 对生命当然保持着一种 多数要保持正面的态度 但是 我们的正面的态度 和宗教家有点不一样 所以 我小除夕的时候 就来到了高雄 和幸运大师有过一次对谈 叫宗教和文学 我说 我们都得追求真善美 但是稍稍有一点侧重 就是宗教主要侧重于善 而文学主要侧重于美 这里边有一点区别 有点侧重 都追求真善美 但是有一点区别 那么在宗教家的心目当中 善的问题 当然是至高无上 那我们也认为至高无上 但是在艺术家的领域里边呢 就出现了 有这样调皮的人了 比如像 王尔德 奥斯卡瓦尔德 那个 英国的一个人 他说 我最恨的不是恶 我最恨的是丑 就出现这样的一种 这个主张呢 在现代文艺当中 也起很大的作用 就是 你恶狠狠地 给我讲什么都可以 但是你那么丑的嘴脸 让我恶心 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他就指的这种小人 大家知道吗 有好多人不怕恶人 就怕小人 那么 艺术当中 往往是塑造这种形象 所以塑造这一个个形象 对于 有的善的东西呢 他采取侧面的 有的时候反面的方式 来论述 但是我相信 善的底线 在这些艺术家的身上 他一定保持着 善的底线 他一定是保持着的 那么艺术的问题 真是比较复杂一点 他在表达生命的时候啊 他会采取非常特殊的方式 不做善和恶 梅与丑的结论 但是使你感觉到 这里边有一种 奇怪的组合 让你产生对生命的关注 关注 宗教有的时候 会得错一个结论 得错一个导向 让我们心里很温暖 但是它产生一种关注 状态 生命状态的关注 我多次讲过这么个例子 就是美国纽约时报里边 登的就是一个 美国越战的一个老兵啊 举摸无亲 因为腿断了 装了一个木头的腿 木腿 腿腿没有了 装了个木腿 然后实在是 也没有立过多少功 所以也没有多少的钱 可以支撑晚年 自己又有一些不良嗣号 所以很快就穷了了道 乞讨 也乞讨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有一次 在大桥里边投河自杀 投河自杀的时候 他没想到 自己的腿是木头做的 撑不下去 好 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了 出现了一个当代的悲剧 和当代滑稽的组合 现代的艺术 比古代的艺术 更铁石新肠一点 他就可能把这个状态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 好像有点嘲笑他 但是这种嘲笑 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就觉得 他越是滑稽的地方 越想让人掉眼泪 越会让人掉眼泪 于是让人掉眼泪的地方 他越可笑 就是悲剧梅和喜剧梅完全走到了一个 一经八卦一样的叫互为转化的点上了 你往内部推 他内部出来了 你往内部推 他内部出来了 就是滑稽和悲哀 这个时候让人关注的是一种状态 他这个对生命状态的关注 他已经是在艺术领域里边的自告任务了 而不是仅仅一般意义的来讲善 我讲生命状态 并不完全是一般意义讲善 讲善因为有能力学 有宗教学 还有其他的一些 有些艺术也是讲善 但是多数的现代艺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来宣扬善 因为他不寻求结论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我就讲到 不要过多的投入择立思考 更不要过快的投入历史思考 这一点特别重要 我刚才讲的比伦马特的罗姆罗斯大帝 在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的身上 没有太多的印证 这是受不到历史的资源的 历史无法支援他的艺术自由 在中国历史很长 大家都特别讲究学问 而人文学科当中的学问 好像主要是历史 结果我们很容易用历史的原则 去替代艺术原则 这里边我要讲几句话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开头 就讲了这样类似的话 就叫做 诗比历史更真实 这句话大家一听就听不明白 诗怎么可能比历史更真实呢 就在人性的发掘上 就艺术最关注的生命上 诗比历史更真实 历史是史观记录的 尽管努力在真实 但是也不如诗歌更真实 所以在这点上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我们想到的 张一某先生 他的镜头里边的秦司皇 不是我们在历史学里边 所讲的秦司皇 借了一个名词 有一些东西和他相像 艺术家一带借用 他就取得了巨大的自由 只要你不要号称 我是一个历史剧 我是一个历史解释篇 你不要这么号称的话 你只要借用到他了 他就自由了 就像前几年 台湾我的一个朋友 叫赵达生先生 拍的一个叫爆青天 一个电视连续剧 他采取的方法是 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案件 都放到包公那儿证判 那你觉得很奇怪 包公没宣布过那么多案件 但大家也接受啊 为什么不接受 因为包公在艺术当中 是中国没有法治的年代 人们在艺术舞台上 找到的一个民间法庭 包公就是个民间法庭 生活当中没有很好的法庭 就是把心中的法庭 梦中的法庭 那么所有的案件 都让这个法庭省 大家看来也很好 所以在艺术里边 在艺术里边 历史的逻辑 不要过早地出现 这里边的自由度 真是非常非常高 否则的话呢 就会有批乱 我前面讲到 莎士比亚的时候 莎士比亚早期 有九个历史剧 现在全世界各国 都不太去演它 因为它太靠近历史了 往往太年轻的人 刚刚写戏的时候 对历史还很崇拜 后来它成熟了 就写出了我们 谁都知道的 莎士比亚那些戏剧 这些故事 Hamlet 罗密欧诸里耶 这些发生在什么时代 是什么时候的故事 都无所谓了 它是永恒的 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时候 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 但是它可以借用一个名词 实乎在哪里 也可以 艺术对于历史 从本质上说起来 这是名词的借用 这是文学和戏剧的逻辑 但是大家不要企图打通 一切层次的文学和戏剧 有的戏剧就是以娱乐为主 以市民兴趣为主 有的戏剧它是接通人性 接通生命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我们在座的同学 终于进入了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 所以可以有一些人觉得 我的作品呢 是问丁文学的高压部位的 这也很好 但有一些同学呢 就觉得 我是愿意从事世俗文艺 这也很好 现在国际上 世俗文艺的研究 也是一个大潮流 世俗文化并不是说 世快器 不是世快器 世俗文化也值得我们尊重 那么高雅的一些文化 我指的是 接通生命内存的一些东西呢 当然更值得我们保存和发扬 但生命的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是要开发未知 生命的极其教会的部位是未知的 如果知道了 我们日子过得太单调了 第三个就要运用象征 因为生命是人类的共同话题 它的题目很大 我们的作品很小 我们不能不 用象征 最后一个就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既然从事这个行业 如果你要做到大 而不是些些思小说 不是仅仅是表达一下个人心中的一种感觉的话 如果要做的所谓比较大 比较像样的话 那么希望你能够参考一下 半透明的双层结构 半透明的双层结构 当然也有一些现代艺术家 不用半透明的双层结构了 他用从另外更好的方法来表现了 这个是现代艺术的问题 今天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意义论述了 但是我讲的是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当中的 一些不受时间影响的 那些优秀作品的 一些在创作上的 具有生命力的共同规律 供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式加速频道以及客家电视台 全面以HD高画质播出 使用外接天线收看电视 而非有线电视订阅户的观众 7月6号请 请务必记得重新扫描 您府上的数位机上盒或电视机 原有线电视的收视部不受影响 收看HD高画质的公式加速频道 和客家电视台 若有任何问题 请上网或来电查询 独立特派员 影响勒林新势力 精选长照特级DVD 以深入报道的方式 呈现台湾 北欧 以色列等地 多年的长照经验 破除大众对年老社会的想象 公式网络商城 带您一起探讨全球研发议题 迎接六零时代教育 大家好 我是朱东庆 艺术展演是一个国家文化化成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假使可以将艺术融入在大众生活里 让文化生根 肯定是滋养国家软实力的最佳养分 公共电视是我国唯一 且长期提供固定时段 播出国内外各类型表演艺术的电视台 公式以专业的态度 以及对高品质的坚持 来录制每一场演出 呈现艺术多元与细致的风貌 让观众在客厅里 就可以欣赏到精湛的艺术表演 我的餐巾 公共电视提供了比较艺术 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并且和艺术工作者请全力地去呈现 艺术的美和内涵 是应遇台湾文化艺术的最有力的摇览 艺术需要你的参与 请与我一起支持公司 支持台湾的文化艺术 请拨打均款专线 02-2633-9922 邮政华部账号 1921-3335 公司表演厅 6月25号周六晚间11点 巴赫圣诞神剧 台湾的文化艺术 中文化艺术 达8号周六名 刘萍诞神剧 跌到何时 我们这早期叫做比赛家 我们这早期叫做比赛家 是哪个叫比赛家呢 因为我们这早期造型的很多 青菜出去比赛 比赛都叫比赛家庭 都是比赛家庭 家庭就是第一名 到外面大家都说 要比赛家就算比赛家 比赛家庭就是 ủ beer 這個絲是台灣絲 它有分南部跟北部 這個南部的絲是河口的 河口絲的嘴巴是固定的 而不動 不會開的 那開口絲呢 它嘴巴會動 完全用動來表示它很有霸氣 就是廣東絲 它的眼睛 嘴巴 耳朵都會動 這是我們現在一般比賽來講 都是用廣東施 動起來就會吸血乳神這樣 國化局在2006年 就已經開始在辦西施甲 之所以我要用這樣的雙層的概念 就是希望說很多民眾可以了解 高莊形式比賽的一個情況 早前這個人歇由我們這裡棟棟 甚至邀請國際農總來參加 現在文化局看這個活動非常成功 再辦理這個雞蛋 要讓更多人來 來看這個人歇的活動 因為在這個比賽莊就好說一座山 獅子的心態是有一種懷疑的心態 他又要怕又要展示他的威門 所以他就在那個莊的前方 比如一點點看一點點看就懷疑了 攤得沒有問題的話 他就上去要展示他的威門 比賽時間是7到10分鐘 那一般來講 我們分為動作規格 佔難度分子的5分 然後他的藝術表現3分 難度2分 難度是重要 但是 心態是佔定你的 因為獅頭你是在做神情表態的 那思維呢 你要拉絲身 那你的心態才會好 你難度越高 當然你的失誤力也會越高 就是要穩如泰山這樣 那在觀賞一個精采的一個景色賽事的時候 那觀眾 除了要看他的獅型以外 還有鼓葉的搭配 蘿蠱算的分數很重 然後你就 回頭看 差一個鼓點都不行 100分的話 你蘿蠱把的話 要站那獅子 其實細織甲不是只有單純的獅子的比賽 是獅王大賽加上鎮頭大會 這兩個元素 才能組成一個細絲甲的活動 從以前在練習的時候到現在 你都不受天后的影響 刮風下雨 全部都是在彎上 這次獅頭手跟獅尾手 可以講 都是新手 默契都是要從零開始來培養 訓練的要求 實際上他們都是自動自發 我就跟福利今天講說 出對你們 絕對有信心 不信心 進去 今年的總冠軍是基隆長新女士布隆師團 是 2013年的獅王 獅王 獅王 1 2 6 今年招收的新生 這一批新生是1到4 就是這樣子慢慢雕 從基本功慢慢雕 小朋友非常的喜歡練 你如果哪一天給他提練 他會說老師我們自己練 我們自己練 他們也會這樣跑 就是很好玩 沒有什麼 就是很好玩 還是沒有理由 那我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我們的文化傳說 我覺得不能讓它 就這樣弱勢掉了 很可惜 台灣 派台灣 台灣 派台灣 台灣 對 應該在這裡沒問題 我跟你講喔 旁邊那家火鍋店 會跟他競爭 在牆上貼的那個買一送一 怎麼 我們家在開口 我在裡面 你會想要脫鏈的嗎 我要忍你 我要忍他 我要忍你 這所有的事情 我真的不想要再忍 我已經受夠了 這樣你懂了嗎 我的運動 不公平 好 一來 那不是有想要 一個人 一來 這什麼 不錯 這什麼 天啊 我們 天啊 日子 海 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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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以說 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他如何像武士般贯彻意念 挥刀作战 打造人与大自然共同呼吸的理想国度 新年来就要做了 NHK独家授权DVD 公式网络商城 现诊热卖中 看台湾的抉择 会变与人生 政府效能如何因应 中小企业如何转型升级 台湾人没在怕 看年轻人如何勇闯天涯 开创出新的生存之道 过去的文化有机 明日再创涌景 开创新火力 元气 活力 心知 关怀 Despite rain or shine We bring you stories that matter Everyday 我是Jeff 张家福 我是Stella 土文成 公式早安新闻 Good morning Taiwan 陪你深入台湾看世界 美丽岛屿的奇景湖火 云雾缭绕的森林面貌 各式动物的野生生活 还有豹王的生存故事 6月18号起 每周六晚上8点 生态全记录 野性斯里兰卡 就在公共电视 您现在收看的是公共电视 透过公示 我们看见文化 看见艺术 看见更好的未来